消防要搞紅綠燈 要不需要找救傷車把紅綠燈載回去工程部呢? 救傷車載到男人上車 回去照X光吧 說什麼都沒用 應該叫救傷車來的 原來這個女人好像這麼淡定地站在那裡 其實最穩定的都是進去照一下 如果我是去的話 老大也去照 因為不知道的 今天不知道的 隔一晚才知道是痛的 我上次遇到 痛了幾年 不是開玩笑的 當時是不痛 跟著就沒命 回到車子裡 看看車子鎖好嗎? 現在有時候分心了 忘記鎖車 好 鎖回車子 今天沒有鎖到車 這個女人也要拍 不拍很吃虧 不拍很吃虧 繼續拍了 這輛車也有狗 警犬也變費 這麼早應該沒有人喝酒 在這位置兩輛車都衝 兩輛都是快的車 如果不是,不會這麼嚴重 就在這燈柱整條飛的那邊 那條紅綠燈柱 那裡有幾米 四個,五個車身距離 二十尺,八十尺飛了 飛八十尺 又等著 這樣飛過來,八十至一百尺 大概四個車位 這裏有五個車位 這裏有五個車位 其實應該薄一下 取證 你看看 又可以計算到 大概它的車速是幾多 計算一下 老實說 加拿大這些警察都是很咬的 如果是有五個車 我們在這裏有五個車 有五個車 我們在這裏有五個車 很多時候消防佬扭下的 不是開玩笑 搶走這兩輛車 要勾走 這個託員下車 這個託員下車 不需要去醫院 試過一次我這樣拍有個消防車在Woodside Square 不是啊 在Adrian Codmore 堵寫了一大車的垃圾 垃圾車 堵寫了一大車的垃圾 可能司機按錯按鈕 接著我在拍 Adrian Codmore有個安保 就說不准拍 我說公眾地方 我沒理由不准拍的 她說你現在站在這個範圍 是我的摩的範圍 我就好像現在這樣 這裡是草批 走過來 這裡 我說這裡不是啦 繼續拍 加拿大有這個好處 穿著制服 以為自己是皇帝 這是記者 總之拿著一支長鏡 像不像是記者 這些 好碎了 不是什麼大鑊的東西 嗯 這個女人可能要走去Tim Houghton 柯督寮 柯督寮 對呀 向Tim Houghton一方向去 應該就是柯督寮 應該是記者 這麼淡定 跟警察說話 可能是Ossia 那些Local記者 對呀 又不像呀 開支鏡子走去算數呀 但是她的車就拍了在這裏 這個白色車這個黑色衣服後面有幾點 白色衣服 這裏 光頭佬 現在戴著劇帽 警察問她這個 她都是 witness來的 剛才另外一個光頭佬 另外一個不是光頭的 講得很詳細的 但是她又沒有留在這裏 這邊封了 這邊封了 這邊人們看到遠遠都閃著閃著 那些車都找路走的 這裏封了 1 2 3 4 即是四邊四邊 全部封了 待會搞定啦 勾了那些車 最後一個勾車 應該是 撿了碎片 但是這些勾車佬 很多時候都是 錢是照收垃圾 還不收拾的 好 下一段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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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 感谢观看